上回我们讲到,汉笑龙突然间听到信灵军已经趁着送自己和牙夫人出城的机会,将赵线扣押起上来,哎呀,这下真的急得他什么感了? 自己这个时候又不知道赵线在哪,如果今晚找不到他,那自己又怎么走得到呢? 等到明早的时候,信灵军发现赵雅和承衰他们已经走得空无一人,那就一定去怀疑自己的真诚,到时候你说他会怎么对付自己和赵线呢? 哎呀,急得汉笑龙什么感,他坐在自己的住所那里,坐立不安,弄得彷徨无计之势,突然啪一声,在窗门外面一盒石仔扔进来,上面还包着一块白布。 这个时候呢,造纸术还未出现,所以这些字呢,都是写一些竹简,又或者是白布上边。 汉笑龙打开过去报片一看,原来刘朝写住的信息,大二是说,信灵军已经加派了人手监视他汉笑龙,所以自己不敢前来相见。 赵线呢,就被带到平原夫人的住所远禁起来,流巢他们呢,已经会帮汉笑龙的密切注意了。 另外,还画了一张简单的地图,画着平原夫人住的是哪一座的建筑物。 杭笑龙现在知道,原来赵线就在平原夫人那时,当堂就松了一口气,只要知道赵线还在府内,那就不用一筹莫浅了。 同时他也估到,信灵军原来切头切尾都是骗自己的,他怎么会派个人扮赵线,就代替赵线入宫啊。 明天一定是会将赵线由平原夫人代自己送入宫去辩,将自己当成了切头切尾的傻佬。 这个时候呢,杭笑龙已经知道消息了,当堂心怀大方,就等了四个痞女回来,服侍自己疏洗沐浴。 然后,又在外面和信灵军一起吃晚饭。 直奸的时候,杭笑龙就说,今晚我想一个人连见,最好呢,不要派人来服侍我。 唉,没有了亚夫人在这里,那些痞女又感动人,我怕一时忍不住,那就闭家伙了。 信灵军呢,也都估不到他另有企图,就笑着答应, 心想,我只要派了那些人监视你,赵线又在我手里,还怕你飞去哪里吗? 杭笑龙翻入自己房里面,马上到屋顶,就作了个洞子出来, 把勾索射出去,连接在附近一棵大树那里, 这样才翻入屋里面,正要绑上木剑,带上飞针。 谁知在这个时候,一阵哭门声传来,杭笑龙就没办法了, 解下装备就走出房间,一拉到门,就见到平原夫人炎光四射地站在门口, 雙眼的眼神非常复杂,望着自己,杭笑龙心想,哎呀,糟了, 自己房间那里,放着木剑、软甲、飞针这些东西, 这一下又怎样让他看到的呢? 但没办法,只要一样的身,将他迎了进来, 平原夫人一声都不出,一进来,就向着沉塞直行而去, 杭笑龙马上云飞天外,这个时候床上见的都是不见得他的东西, 怎能让他发现呢?一下子人急置身,即使在后面, 一抱就将他整个抱住,平原夫人让他一抱, 一抱,当堂蛇我的远远,靠在他怀抱里面的眼睛, 一抱一抱的声地流下来, 杭笑龙一生人之中,都没试过有那么多女人为他流眼泪, 今天照线,照雅,还有几个皮女都为他哭过, 非如现在平原夫人又哭,一见到他头都痛了, 转转他身,托他的下巴说,夫人,什么事? 哎呀,平原夫人眉上眼,咬住牙筋,强忍着哭声, 猛感令头,满面凄然。 杭笑龙这个时候,其实都很明白他的心情, 这个女人对自己已经动情了,但又不得不狠心地陷害他, 要自己去送死,在这个紧要关头,又忍不住要来见他, 杭笑龙,哎呀,这就是何苦啊?突然间,平原夫人用尽气力地揽住他, 臉霉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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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霉, 不如自己,自己怎样去救赵善呢?如果躲的时候,那帮坐过的默示行者杀到, 哎呀,自己可能连命都保不住啊。 他说,平原夫人平静了一点,在他耳朵里小声声, 笑龙,抱我进房吧。 杭笑龙差点要求救命,他现在怎能进房,让他见到那些东西呢? 哎呀,夫人,不是要迟一点的吗? 平原夫人一摊脚说,我现在就要,你还不抱我进去? 杭笑龙没办法,只好拦腰中他抱起, 但是又不知怎算好的时候,突然间, 啪啪啪,又响了一阵的敲门声, 两个人同时呱了呱, 接着听到下人在门外说, 夫人,君主有急事要请你去见他啊。 杭笑龙扮得很无奈地放下平原夫人, 其实就松了一口大气, 他摊一摊手,心肢肚明, 信玲君一听到平原夫人找他的报告之后, 担着姐姐感情用事, 坏着大计,于是派人, 就将他请走。 平原夫人呢, 他面色先是反了一阵很愤怒的神色, 但跟着神色一暗就说, 好了, 来了, 然而撲上前, 揽住杭笑龙, 见上了个入住快乐痛苦缺别种种非常复杂情绪的热闻之后, 跌低头就走了, 再也没有转转了。 杭笑龙看见这个女人, 哎呀, 都不知道应该是恨她, 或是爱她, 但是刚才我问, 的确是使自己永世难忘, 烧云食骨, 可惜这个时候时间紧急, 也轮到她多想了, 她等平原夫人一走, 马上就展开夜行讯, 来到平原夫人住的那座大宅园那里, 这个时候呢, 在房间里面, 赵善正淒凉无依地苦苦思念着杭笑龙, 杭笑龙已经承认这个美丽公主唯一的希望, 虽然, 他知道杭笑龙和自己在这里人丹世姑, 信宁君不怀好意, 一定已经加强防备地防守, 自己被信宁君带来这些树, 杭笑龙都不知道, 而且都不知道他能不能找到,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赵善对杭笑龙有着近乎盲目的强大信心, 但是亦都怕他, 不知道自己被远禁在这里, 这两个反复交替的思想, 几乎将他折磨死了, 在他泪流满面的时候, 突然之间, 他见到看守着自己那两个很高大的妇人, 突然整身一阵屁啪一声, 分别跌落地, 接着杭笑龙就出现在自己面前, 哎呀, 赵善真是大喜若狂啊, 撲入了杭笑龙温暖安全的怀抱里面, 全身都震了, 杭笑龙抱着他, 将他抱在窗盆看不到的地方, 然后就戴了外衣, 替他穿上一套方便行走的内寒厚绵衣, 又加盖了一件黑色的护甲背心, 接着呢, 又和他换上一对, 套着草鞋的, 很暖的布鞋, 赵善知道杭笑龙真的要把自己救走了, 哎呀, 感动到热泪盈康, 心里面充满了幸福和感激, 这个时候就算为杭笑龙死的那些心甘情愿了, 一切结束停动, 杭笑龙站起身, 好像抱着世上最珍贵的宝物一样, 紧紧地抱着赵善嘛, 赵宝贝, 你听我的说话嘛, 嗯,嗯, 赵善拼命地点头, 杭笑龙跟着拿出几条布带, 将这个美丽的公主绑在自己的背上, 又将他收藏的肉腿, 兜过自己的腰间, 用布带紧紧地固在一起, 两人当同合而为一, 再没有半点的间隔, 这些布带呢, 都是阿夫人用他要求赶制出来的, 杭笑龙受过训练, 知道适当装备的重要性, 所以事前早就已经把这些准备功夫做得很足, 赵善拼在他强壮的背上, 哎呀, 之前所有的仇苦全部都一素而空, 满足了几乎要伸淫出声, 杭笑龙背着他, 但他窗口旁边向我一望, 没什么人能, 他轻轻推开窗门, 仔细地听一下, 一对巡邏的卫士, 刚刚向屋外经过, 等他们走得远, 杭笑龙背着赵善, 喘出窗外, 轻轻巧地落到外面草坪的地方, 以前在军事训练的时候, 他经常要背着几十公斤重的装备, 翻山越岭断练体力, 这个时候背着一个轻巧的美女, 当然一点都不影响他的行动了, 他在花园里面忽行忽停, 闪过了一队对巡邏的哨兵, 向着少元军那座楼房, 一直直转而去, 因为楼房下面就是秘道, 秘道里面有一条就是通向信邻军府外的道路, 刚刚走到少元军住的一场楼房旁边, 突然间东南角, 原来杭笑龙住的那个地方, 中古齐名, 跟着人声鼎吠, 还夹着恶犬狂吠的声音, 杭笑龙客一跳, 轻轻来一看, 只见果树火光冲天, 在这个声月无光的晚上, 显得分外触目惊心, 杭笑龙心想, 哎呀, 好彩素啊, 好彩素, 原来坐过那些默示行者, 那个扶毒发动, 你来得刚刚好啊, 趁着所有人都向着喜副的地方迫过去的时候, 他迅速向着少元军住的地方直转而去, 这个时候, 那一边哭杀声已经震天响起, 杭笑龙就无惊无险地, 来到少元军住的那座房后的花虫里面, 见到少元军带着流巢的地, 就在屋内拿着兵器, 向着打斗声传来的方向直转而去, 少元军一走, 杭笑龙就心中暗笑, 在这儿流巢早就和他打开窗门, 他马上啪一声跳进去, 架轻就熟地找到秘道, 一转转进去, 关门入口, 这样才迅速奔落地道, 向着后山方向直转而去, 他在鞋底一早点了一块远远的棉布, 所以虽然奔跑迅速, 但落地无声, 不怕被顺灵军听到, 而且顺灵军这个时候, 还怎有心情躺在床上, 听着地下室的声音, 杭笑龙跑到地道的另一边, 用开锁的工具, 打开了出口的铁门, 然后再锁好, 接着沿着门外的石级, 就来到后山的这个出口, 这里是一片茂密的树林, 位于顺灵军府邸南墙外边, 杭笑龙封好地道口之后, 看清方向, 向着大梁城最近的城墙直奔而去, 只能离开这个城市, 逃生的机会大得多, 黑夜之间, 街道直征无忍, 可惜家家户在门口都挂了一盏风灯, 虽然是灯光暗淡, 又被北方取得摇摆不定, 但依然很难掩蔽行踪, 杭笑龙尽量地避开大街, 向着最黑暗的横行直走而去, 怎知刚刚走过了几个街口, 突然马蹄声响, 杭笑龙刚刚在横街那里, 揣入了后面一条横行, 已经被敌人发觉, 跟着那帮人呼叫着拆马冲过来, 杭笑龙觉得很奇怪, 咦, 信铃君怎么这么快就可以 腾出人手来这边追他呢? 照计那帮坐过的默示行者, 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但这个时候, 都不由得他多想, 只要背着赵线, 拼命地向前狂奔, 怎知刚刚走出一条横行, 转了一条大街的时候, 左边马蹄声急响, 十几只马, 狂风地一路卷到, 杭笑龙知道这个时候, 就避无可避了, 他将他心一横, 靠埋牆面向敌人, 来人纷纷落马, 其中的人吓吓大笑, 杭笑龙, 我看你今次还走到哪里, 来的原来不是信铃君的人, 而是那个以琴秀为师的蕭毅某, 他的左右手, 凌冲精力, 也都在他两边站定, 杭笑龙暗中一数, 对方一共有十九个人, 但是, 这十九个人, 个个都是武技强横之辈, 幸好对方好像匆匆忙忙地赶过来, 没有带到强弓硬箭, 如果不是, 只是一轮乱战, 自己呢, 就当堂整个刺猬一样, 实被他杀死, 只见乔毅某手一摆, 十九个人分散开来, 用一个半月形的阵式, 将他围到无路可逃, 蕭毅某冷笑, 哈哈哈哈, 农阳君还叫我不用担心, 说一定可以在魏王的宴席前边杀到你, 哈哈, 我还打算跟你有公平一件事, 幸好, 我亦都估到你会临阵退缩, 谁日夜不停地监视着你的住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黄天真是不负有心人啊, 你背着那个, 就是美丽的公主了嘛, 今晚我爆杯洗她, 极乐而死。 她的手下听得都肆无忌惮地大小起上来, 蕭毅某掃了手下一眼, 架上她说, 等老主享受完这个公主之后, 大家人人都有份。 那些恶人更加怪叫连声, 显然已经当赵善是自己的郎中之物了。 康笑龙用深处的呼吸, 保持着心头的冷静, 同时解开绑实赵善的布袋话。 善儿, 现在是生死关头, 你一定要鼓足勇气, 一会儿怎么也要跟着我。 赵善本来被这十几人一围围围, 就已经吓得失魂落魄, 但是听到康笑龙冷静自信的声音, 当时勇气倍增, 整个人站在地上, 但是因为双脚的血气未复, 一阵脚转身马, 好幸是按住肩膀, 这样靠在身上不会跌低。 笑毅谋一看, 知道既不可失, 一会儿手中的重剑善声说, 大家上! 康笑龙拔出木剑, 摆开门户, 一声不响地, 盯着在左中右三个方向 跑过来的敌人。 笑毅谋带着其他人逼过来, 收紧对项笑龙的包围。 这个时候, 两边防射之中有些人被人惊醒, 打开门窗想看他究竟, 被笑毅谋带人一喝, 嚇到个个都缩上去, 就不敢再看。 这个时候, 三把长剑同时向着项笑龙攻道, 项笑龙一看对方的声势劍法, 就知道这班高手手下已经这么厉害, 挑毅谋就更加厉害了, 不过这个时候也不轮到自己多想, 于是, 他一早已经摔了一支飞针出来的手, 一样, 啪, 正中左方敌人的面门, 右手没劍, 啪, 挡开敌人正中攻过来的一劍, 同时, 趁对方长剑挡起的时候, 側身一脚, 啪, 踢中对方, 下阴要害, 接着拖劍一掃, 掃开右边另一个敌人的攻击, 他中了飞针的人, 仰面跌倒, 当堂没命, 下阴中了一脚的人, 向后整个人一跌跌低, 再也爬不起身, 笑毅谋怎料他这么厉害, 一出手就伤了自己两个人才嫁, 发火了, 喝得声说, 想, 象剑当先攻过来, 不让他再有机会, 就拔出飞针, 项笑龙左手拔出腰间的飞鸿剑, 对他这个曾经受严格训练的特种战事来说, 左右手同时都是有力灵活的, 不像一般人, 只惯用一只手, 项笑龙大招一声说, 善意跟着我, 突然间打横一移, 避开萧毅谋, 赵线良良悄悄地跟着他背后, 这个时候, 杀气剑光在三边截涌而至, 项笑龙知道这个是生死关头, 半点都不可以退缩, 不如被勇气冲天豪气, 一定要盼死保护背后自己心爱的女人, 只见他右手木剑左手飞鸿, 卖开马步, 一路狂攻而去, 气势非常凌厉威猛, 一阵铁木交击的声音, 项笑龙和敌人两个同时支出鲜血, 他胸口被敌人一剑挖中, 幸好有护甲保住, 所以敌人的剑印虽然锋利, 但只是挖破了半寸的伤口, 另外还有一剑, 就踢向腰间, 项笑龙只要知道自己側身一闪, 那一剑打横地踢个泥, 还要掃到身后的赵线, 没办法, 他只要沉腰坐马, 挺身一迎, 啪一声, 那一剑刚刚好, 踢着腰间, 掛着钢针的地方, 一挡就挡开去, 你一类近身搏斗, 凶险万分,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尤其项笑龙为了保护身后的赵线, 对敌人的剑攻过来都是避无可避, 只见帝鱼攻过来的五个人之中, 有人被飞红剑过穿烟口, 当堂无命, 另一个人被木剑掃中, 拿剑手臂, 长剑叮咚叮咚跌在地下, 到凉枪而退, 其他三人被他回剑的开, 但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突然间听到, 右边有人一声大喊, 一剑阔了声, 卷起一路径峰, 向他直撇而来, 杭小龙即时混剑向后一旋 只见肖艺谋在右方直攻而知 飞剑当头撇过来 同时赵线一声尖叫 另一个敌人在左边贴墙冲过来 趁他回身攻击敌人的时候 向着赵线直撲过去 正立凌冲 这两个剑术只是次于肖艺谋的高手 也正前方一先一后杀过来 想一举搞定杭小龙 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之士 一出手就不给杭小龙任何闪避的机会 销艺谋迎头撇离那一剑 看上去简单 其实是隐含变化 随时都可以改为側撇 只是这一剑 杭小龙已经难于应付 甚至不敢分神 其他攻势他只能够靠听过的辨别 杭小龙于是左手的飞红剑 用尽全力狠狠地啪一声 挡着精力前面攻出来的那剑 将对方的劈砍到震开三步 然后左手一挥 飞红剑就脱手飞出 化成一道闪电 钉入了向赵线逼下去的那剑手的空甲里面 同一时间木剑向上邪跳 砰 射开了萧毅谋必杀的一剑 再摆出墨子剑非常元傲的手势 木剑似攻击手 而萧毅谋的空甲也吓了一剑 暂时退了 但这个时候 凌冲一剑已经在前方向他脚的脚插而来 这个时候 杭小龙已经来不及回剑挡甲 他人急自身 即使整个人一跳跳高 砰一声 凌冲斩向他脚颈的一剑 变成了掃正腰间 放满钢针的那个束甲里面 砰一声火花四箭 把剑斩到火花四箭 但是居然踢不入杭小龙的衣甲里面 凌冲大起一惊 就在这个时候 杭小龙木剑横劈而来 掃到头顶那里 砰一声 头骨爆裂的声音当堂传递 凌冲打极一撇 砰一声 整个人跌在地上 而且撞中两个在侧面跑过来的敌人那里 撞到三个人一起跌下 但是 杭小龙挡了四个人的进攻 还杀凌冲 另一个敌人 他就看着时机 抠他落地的时候 抢前一剑刺过来 砰一声 在赵善的尖叫声中 那一剑当同在杭小龙隔底里 直插进去 杭小龙勉强将他身子扭 砰 虽然被过要害 但是那一剑 也在他左边腊骨之间直插进去 杭小龙大开声 剑下的十二个人疯狂地攻过来 杭小龙拔回飞鸿 这个时候他也知道是生死关头了 即时左手木剑 右手飞鸿 一路旁闭大哭 避开萧毅谋 向着敌人直逼过去 赵善是紧跟在身后 他就冲了十几步远 赵善见到呢 在杭小龙身后 三面都是刀光剑影 鲜血是不断地在自己外郎身上撕出来 勉强跟他冲了十几步 双脚一软 闭拍声 当堂坐在地下那里 杭小龙因为要保护后边的赵善 就不敢怎么闪避 一路只狂冲冷打 这个时候都不知道受了几多处剑伤 他感到赵善突然跌在自己身后 心想哎呀 没了 发起狠上来 不顾自身的安危 运起神力 一下子横掃千军 将撲上去的敌人 创到东倒西歪 又隔着着萧毅谋的一下重劈 但是萧毅谋这一剑全力出手 他的臂力本来就高过杭小龙 再加上杭小龙 现在经过这番劇烈的打斗 已经是力尽身皮 木剑当同脱手跌在地下那里 这一剑 他虽然是挡起了萧毅谋的一剑 但是全身十几次剑伤 一起爆裂浅血 危急之间飞起脚 踢在萧毅谋的小腹那里 将这个恶人踢到梁枪后退 但是显然已经打不伤他 这个时候又有两把剑的弓刀 杭小龙危急之间 拔出飞针两手一样 吱吱两下 左边之飞针插入敌人的胸膀 但是右手因受了重伤 一针飞过去 塞出准头 即是插正敌人的肩膀 那个敌人也都很凶悍啊 有什么事呢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说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